歡迎大家收看靜欣挑剔看樓團 今集除了繼續有我Yoyo之外 當然亦不少我們的澳洲樓市專家白靜欣小姐 Patricia 你好 Hello Yoyo 你好 Hello 大家好 今集想和你談談下單大小 即是大屋搬小屋 在香港人眼中未必是一件好事 但其實在澳洲是很普遍的 到底是否真的有人有這方面的需要 首次置業這個市場很活躍 但單大小的市場也非常活躍 為何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如果當你是一個來二十年三十年的老華僑 我們以前在香港過來的話 就會買房子當然會買大一點 要有泳池 要有網球場 對 最好也有網球場 五個房子 六個廁所那種 但小朋友長大了 他們亦有自己的家庭搬出去 如果只剩下我們兩個老人家 有一間這麼大間的房子 其實在現實生活上 不是很實際的 因為要打理一間這麼大間的房子 你知道在澳洲 如果要請人也不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那是很辛苦的 為何不留一點時間 可以自己享受一下生活呢 有些人會說 不如不如喝多一杯辣椅 這些情況出現了 你感覺到的時候 其實就是你可以考慮下降低減的時間 因為上上下下樓梯其實也很辛苦 也很麻煩的 是的 我有些朋友 那個房子不准進入的 因為不想去處理 不想打理 甚至是鋪了一塊大的布尼隊 蓋住 好像沒有人住的樓上 這些是理解的 如果要這樣的話 你的保持費用 不會因為你只是住這個部分 其他東西不用打理 洗手間也要清潔一下 否則會有一股氣味 這些是很現實的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否應該考慮下降低減呢 是否較為有效 我們以前買下的這間大屋 如果在很久之前買的話 價錢是非常之低的 我們可能可以考慮 將它賣掉 然後手上拿著一筆現金 去買一個較適合自己住的 尺寸和位置 然後不再需要去打理這麼多 令到自己很累的一些環境 如果真的年紀大了 或者作為退休人士 他們要大屋搬小屋的時候 應該怎樣選擇一間新屋呢 如果大屋搬小屋 而是一個年紀大了的原因 首先要考慮一下交通方不方便 買東西方不方便 有時去一下GP 檢查一下二馬血 方不方便 這些都需要放進去考慮的元素 第一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說 自己想去做一些事 也不想每次去打電話給女兒 或者找兒子來幫忙 你可以自己去看待自己 你也要有這一類的配套 自己可以處理到 不需要特意麻煩別人 而且年紀大了 可能出門的話 去得完後也會累也會辛苦 是的 如果找到一個地方 你可以去樓下散一下布 是一個舒適 大屋搬去小屋 就好像不太好聽 但是我們是 其實是將它低下的 我們會住得更加舒服 也不需要顧慮 那麼多沒有必要顧慮的東西 反過來這些時間 你就可以去飯後散一下布 或者是可以 去樓下坐船 去另外一個地方 吃吃飯和雞蛋 吃吃麵包 也可以享受到澳洲的生活 可以享受一下人生 對呀 一提到享受人生 我就會想一下 到底退休人士會否去旅行 可能在澳洲玩玩 如果我們住在房間 其實出門的話 都會比較麻煩 對呀 對呀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以前我們旅行 會馬上去旁邊 買一個Lammington 找旁邊Merry 你可不可以幫我收信 不要讓別人知道我不是在 然後另外那邊 John你幫我 記得推垃圾桶出去 我們逢星期一收垃圾 記得收回來 你會做很多這類的事 擔心在安全的問題 但如果你住在房間 關門 然後樓下有安全 甚麼都不用理 真的不用理 你很輕鬆 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他之前住在房間 然後年紀長大了 搬去房間 他們的讚嘆是不停的 哇原來這麼舒服的 還要乘火車是很方便的 我們有時喝一兩杯紅酒 你喝酒就不可以乘搭 所以他們住在交通很方便的地方 住在火車站附近 你直接乘火車去朋友家 就可以開派對 亦都可以很輕鬆地回家 話說大屋搬石 但其實這間大屋不一定要賣 會不會有其他的用途 你問得真的好 有很多朋友 就是因為他以前買了一間大屋 所以今天可以幫到他的小朋友上車 為甚麼我會這樣說呢 如果我不賣這間屋 但我要低寸 那有甚麼可以做呢 我可以拿去銀行跟他談 我可以說 我把這間屋作為一個抵押 作為一個銀行 去幫我的小朋友 發出一些錢 然後那些錢 可以讓他上車 做首期 然後自己的一間屋 可能也可以變換到 另外一間較為小的屋 出來 來去 贏贏的情況 這個也是一個教育的題材 如果小朋友看到你 就是因為你當年 你這麼聰明 買了一間屋 而不是帶著我們過來 不斷租屋住 所以今天你才會有 這個融合來幫助 如果是這樣做的話 你當然可能年紀大了 未必可以去銀行借貸 但是這間屋可以成為了 你一個購買的 一個舒服性的能力 它能幫你借到這筆錢 你便可以做回 你剛才想做下延的行動 又可以幫到自己的下一代 是的 除了這樣之外 其實放租會不會是一個好選擇呢 當然是 如果我有充裕的錢流 我真的不捨得買 因為在澳洲的物業 很多物業 其實是你一個永久產權的 你一路世世代代的 傳下去的話 它的增值是越來越高的 我便放租 也可以當作一個是 有些錢收入 因為我不工作了 因為我退休了 但我也不想 要讓子女來給你零用錢 我自己也有些尊嚴 我便會用自己賣出來的 那些租金的收入 或者剛才說 如果我們真的賣掉它的時候 我們也要手上拿著一塊錢 買了一個小一點的房屋 我便會在手上有些錢收入 和你聊完之後 我們又到下一個環節了 就是落區看盤 好 今天帶大家來到Berangaroo 我要為你揭開這個神秘的面紗 一個一直都沒有公開銷售的 Sydney高端樓盤 一個你在News都會看到 1.4個億賣了的Pent House Apartment 究竟Berangaroo為何這麼獨一無二 為何這麼多高端客戶都不會放過有機會買到的chance 由澳洲發展商Landis 加全世界排名頭五名之內的Renzel Piano 電堂級的設計名師 打造出來的高端六星環保住宅 它將會像三顆大鑽石一樣 在Sydney的市中心互相輝映 一個Sydney的新地標住宅 一個香港人夢寐以求的lifestyle 它不單止像九龍站一樣 有金融中心 時尚的購物 方便的交通 旁邊還有Ground Hotel 前面就是Sydney大橋 Sydney歌劇院 還有Sydney Harbour 過去十二個月 Tower One在從沒有做過任何銷售活動之下 已經差不多全部受興了 如果你有興趣Tower Two的話 要盡快吧 還記不記得在2013年 大家都在說 一房一百萬 兩房兩百萬 三房三百至一千萬 就在這裏 但是在2016年的時候已經翻倍了 因此有很多當年買不到的朋友 還一直保持它的EOI 直至等到2019年開始發售的時候 所以就這麼快再搶購一空 如果你來到Berangaroo的話 除了你會看到三棟很大的商業大樓之外 亦都會看到當年的Stage One 在Stage One的樓下 還有很多不同的食市 亦都有高端 風箭遊人的Food College 不要忘記 還有在Crown Hotel裏面 還有十幾間Mitchellin 級數的食市 如果你要每一天吃一間的話 可能都要花上一個月才可以各樣試齊 如果在以前的Sidney 你的公司在Martin Place有總部的話 哇!已經是不得了 但是今天如果你的公司是在Berangaroo的話 這樣才是更加厲害的 所以說如果別人問你 你在哪裡上班 我在Berangaroo上班 他知道你一定是非常優秀 Berangaroo有如我們香港的山頂 所以如果你說我在哪裡住 我在Berangaroo住 已經是一個身份的象徵 有朋友問我 他買了的樓花 可不可以在交吉之前轉讓 不好意思 我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答案給你 因為每一個發展商 都有他不同的政策 亦都可能在因應了不同的情況之下 他會有他不同的決定 那哪一位可以幫到你呢 你要去找一找 當你簽合約的時候 幫你做合約交換那位律師 他需要發一封信 去給對方的律師 即是發展商律師 去幫你查詢這件事情 那同時就會引發了一個問題 以前有很多朋友會說 在澳洲買樓宇 我都不明白為何必須要找律師 要花一千多元 原來背後就是會有一些 你猜不到你需要他們支持的地方 尤其是買樓花 如果你買樓花在交吉之前 其實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民生出來的 唯有是有一位律師 你應聘了的律師 他才可以幫到你 所以我非常推薦你們 如果你們是在澳洲買賣樓宇的話 一定要找律師做你們的見證 讓他解釋清楚的合同給你聽 理性好吃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